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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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怎么话题这么敏感啊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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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要滚动我们的大屏幕了 滚 转起来 屏幕转起来好吗 一二三 一二三 整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的初心女神和性感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应该问你们啊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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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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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第一个新鲜的被我跳出来的话 很醉孽 我在犯罪的感觉 天忆啊 我 我 一百八 我不是最新鲜的 啊 没关系 在我眼里你最鲜 我感觉这个肉真的好老啊 真的 老得那么浇油啊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说 我其实在进团之前 我是我不认识前辈们 但是很巧你知道吗 我年纪的时候 不认识我的人多了 你是美的 是在贴吧里面发过帖 然后我 漂亮的那个 短头发 好了 然后我讲话题 想问我就是那个短头发的 我很尴尬 你也是 你不用尴尬 腊肉也是会尴尬的 就是一开始我进团之后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去认三个队的前辈们 因为我当时觉得 前辈们长得都一样 真的 真的 芊姨 很巧很巧 现在在我眼里面 其他的后辈们都长了一样 除了你 懂吗 所以 所以呢 就是我现在的女神就是 你看 一不小心小手她又搭上来了 就是那个小钱姐姐 钱少 哦 小钱姐姐 知道什么是套路了吗 第一个成功了 来 后面 你可能不会成功了 她说我后面不太会成功 你继续采访 我觉得你挺棒的 好 这种套路的事情只能由你来 我和小爱都是清流 芝芝 芝芝 你的女神是谁呀 叫 芝芝 还记得大明湖盼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吗 你那时候盼得跟个猪一样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打一架 打一架 还记得我和思思有一张合照 这是我们如果我要是有钱了的话 我绝对要把这张照片在网上消除掉 永远地消除掉 就是我和思思两个人 那个时候是拍River的时候 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胖 那么丑 特别高兴 还那么自信 对 然后还对着那个镜头一顿比划 然后截了一张图 两个很胖很胖的人 我当时觉得我一点也不胖 因为前哨他那时候110嘛 然后我也 你那个时候 然后我也差不多 然后我觉得 思思 我那个时候明明108 你110 然后我们两个就差不多 然后我觉得他 嗯 还还可以啊 这身材刚好女团嘛 然后就 两个人听说 思思你现在这张身材真的很棒 很无韵 秤很完美 110的是女生最棒的身材 对 而且他妈妈天天拿好的吃的来 就是 结果思思呢 对着一个108的我说 哎呀浅浅你这样有点太瘦了 对 我确实对他说过这句话 对 现在我后悔了 我看到当年那张照片很 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 哇这两个胖子 那么油腻的 太油腻了 那 那个声乐焦呢 我的话 其实 进团之前不算有 但是进团之后有了 大C 是的 我的人你也感动 哦 上一次还约大C去看电影了呢 所以我很幸福呀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能来到这里 到底是谁 看到吧 来自于远方 大C的愤怒 吃醋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吧 吃醋了 大C像神灵一样的 一直在我们的上空环绕 我要这样说 说得好像跟大C挂了一样 什么叫摔在上面 没有 就是说明他吉祥 他这个人可爱可亲 那 小蚊子呢 呃 呃 呃 应该是谢天一吧 但是 呃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 你跟他跳夜碟什么感受 啊 你想知道吗 是吗 想 很棒 很爽 很高兴 你想知道吗 而且当我比他矮那么多 我都跟他跳了 你这样可能有点呛 哈哈 我觉得我们三个穿的蛮配的 知道吗 夜碟里面有一个轻轻的动作 我这样都很很 都要穿高跟鞋够 你这样得笨起来了 他 他会弯腰啊 没关系 小蚊子我跟你说 我们湖南有一个民间杂耍 就是踩高敲 你知道吗 哦 我知道 这样子特别容易就够得着 嗯 嗯 如果真的想试的话 现在试 那就试吧 你这些人呛 你是为他外下腰呢 还是为他踮起脚呢 你这些人呛 他穿平底鞋都站不稳 他穿这个鞋就 好啦算了 我们还是私底下做这么害羞的事情吧 你这些人呛 你说不要就不要啊 好 来 腿腿呢 不是你 不是你当时太帅了 我喜欢那种风格的 像蒋云那样 比较平一点的 好好好 好 腿腿可以的 太突了 我夸你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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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喂 云姐 你刚刚腿腿说什么 你也听到了吧 她说我太突了 你啊 你懂的 我的女神是以前的浅浅 对 前相嘛 那以前的小爱在哪 以 啊 不是 小爱 刚刚她 就被她说得很没有面子 我要帮她挽回一下 她说 女神不是你 真的 我待会也说她好了 她可怜了 她可怜了 对对对对 她可怜的 不用问了 我的女神 我们接话了 接下来 不用问了 我的女神 就是她 来 我们的六七小朋友 前辈 你来吧 你绝对是 我们直接跳过小爱了 我知道小爱的答案了 我给你跳婚了 小爱呢 小爱 就是你啊 哦 谢谢 啊 可是我以前的女神是思思 哎 你跟她走 你跟她走 哎哟 哎哟 嗯 我不知道思思是怎么跟你解 对 你在解 对 就是那个帕子 你们把思思找出来 她好不到哪里 哎 哎 哎 我这个MC一定要拖到他们把思思找出来为止 不是 我们左半边的朋友把前哟的这个当年很胖的结下来放到微博首页顶至两个月 思思 就是我们要真的要这样吗 不要 我开玩笑的 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他们说我胖的时候更好看 那六七的小朋友呢 那个我不是喜欢彩虹小马的我喜欢的就是一个同样喜欢彩虹小马的前辈 当然喜欢她不仅仅是因为她也喜欢小马 总之就是 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呢 这个大家知道的应该知道 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 哎 怎么这都不知道啊 我就是那个喜欢彩虹小马的前辈啊 对我不了解你们 哎 你快来看这么久的演出 你千万不要给她面子 就说不是她 那 那 不要害怕 我们都是好人 小爱 小爱 你在干嘛呢 应该深恨是吧 那杨斌营呢 对就是 表白的话让她自己来 但是其实我最开始 就是最开始 喜欢的S队前辈 是默默前辈 好了 我已经听出那些味道了 最开始 只要有最这个字 就不会是好事 最初和现在 她是最符合这个主题的 对 最初是默默嘛 然后一发现 哎 她没腰耶 然后就 哪有一个喜欢的 哪有一个喜欢的 那 那 天草呢 其实不是很想说 其实不是很想说 因为我觉得 女神的话 就应该把它放在心里 然后默默地去 然后 有内涵 默默地去关注她 然后就支持她就可以了 然后我 其实我还没有进团之前 我就是刚认识S&H48的时候 第一个认识的成员 应该是思思前辈 谢谢大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是知名度很高 然后我还对我妈安略你 然后我妈说 好可爱 然后声音很甜 之类的 哎 有点声这样想 你真的很不容易 现在有点多 这个MC就到这里 请欣赏下一首歌曲 叫什么 期待相遇 期待 期待